我請教陳老師 這一次這個台灣的疫情 可能也會進入一個醫療量能的長期消耗戰 那眼前來講 北北桃的熱區 現在看起來很明顯是這一個擴散惡化了 而且外界比較擔心的是 疫情會不會一波又一波的 往北北桃以外的中南部 其他縣市再蔓延再擴散 其實這個看法是要這樣看 就是說現在我覺得最重要是 我的觀點是認為 要讓醫療回復正常才是最重要 因為我們雖然看到這個重症死亡上升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警信 過去我也跟大家講 重症減害跟死亡是重要 可是我們現在慢慢要進入一個就是說 這些重症 尤其這些死亡是因為什麼原因 那醫療今天我知道 大家操了兩年之後很辛苦 在彈性疲乏階段 你現在又多了一個在感染之後 要去做這些檢驗的 然後要通報的 所以對醫院來講 當然就雙重的負擔 就是說他有醫學的負擔 也有行政流程的負擔 而且行政的冗長跟無效率 事實上贊助很多 他的醫護人員的工作時間 這個是我們之前看就是說 我們看這些確診數字 就是要讓你來準備這些 所謂的減低他的行政能量 調整醫療能量嘛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要看臺灣今天在四層醫療的裡面 怎麼樣去調整 基層要負責什麼 你這個所謂的這個醫學中醫 要負責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可以來 很快的來討論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那死亡 大概分成三類 一類是急診進不來 因為過去的篩檢的問題 一類就是平行於 在慢性病跟癌症的部分 然後篩檢出來是COVID-19 這一類的病人要不同方式處理 那中間就是住院要精準 就剛才講簡化手續 那這個就是今天你討論 你不是只有看重症死亡的 一直上升 而是說他的原因是在哪裡 提出解藥 那剛才林官講的 在中南部之間的蔓延 我相信有一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聽進去 快篩當台灣的民眾適應快篩之後 就是我們流行下降的時候 原因非常簡單 因為所有的國家都在處理這些 無症狀跟輕症這一邊 這一邊的解套是另外一個很重要 而且跟醫療量也有關係 包括醫護人員這些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要如何處理 那我實在說真的 我們在北北基的經驗 不應該再重複讓他到中南部的經驗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如果學習好 那你覺得中南部現在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中南部如果學習好 就是以快篩找出高病毒 隱性感染者就可以了 那所以這樣的話呢 對整體而言 他的這個疫情是會有幫助的 因為這樣可以減少重症 又可以讓無症狀跟輕症 他可以康復之後 就讓這個疫情走到一個自然的一個狀態 而走到後來就變成大家講的流感 那我不認為說今天以後的這個流行波 會像現在這樣子一大波起來 然後再下來 因為他走到流感就好幾波 就像今天紐西蘭一樣 所以這裡面我覺得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利用傳染病 現在大家都要講五類跟四類 其實不一定要 我們的三十九條通報二十四小時 四十四條的指定隔離檢疫 現在都是用五類裡面 第五類都是用第一類的天花鼠疫 這個東西來做 他三十九條四十四條 就跟你講這些中央主管地方 可以是疫情需要做調整 所以你在輕症這個地方 跟無症狀這個地方 你只要修改三九四十四條 今天可以解套所有行政能量的解脫 以及所有今天在醫療裡面 還要這些通報 包括抗病毒藥這些開 所以這些東西不一定要降到四類 五類的東西 中央主管機關在現在三十九四十四 然後根據他的五十五十三條去解套就可以了 可是我就覺得說這個部分 如果不趕快慢慢用這個來解套 因為法言最重要 你法言一旦解套之後 第一類第二類是天花鼠疫 第三第二類是所謂的白猴傷寒這些 第三類是更輕的 第四類當然就是也是更輕的 所以換句話講說 你在這個地方如果做了解套輕症無症狀解套 然後你重症這個地方 依據剛才醫療分流 其實臺灣還是有可能走出那個模式出來 我們現在的前面的起線 事實上是跟紐西蘭一樣 至於重症死亡當然跟紐西蘭還低 可是還沒有走完前程不知道 所以我才一直提醒說 如果你要比紐西蘭還好 你現在醫療能量如果不是像剛才我講這樣調整 你當然會比紐西蘭高啊 但是如果你調整之後就比他低 那我們做的大概也都是落在五月底跟六月中行之間 流行會有下坡 流行會有下來 但是下來不是表示病毒就不見了 他一定會共存到像紐西蘭現在大概五千到一萬 那我們大概會維持在一個定值 他不會完全消失一段時間 那以黃立民醫生來講 他認為說這一波很有可能 就算稍微下來之後入秋冬之後又有流感 然後又是一個病毒比較容易活躍的環境跟季節的話 可能又再來一波 而且這一個醫療系統的很多意見認為 這一個相關的中央指揮中心 是不是應該設立專責醫院 以及全國在重要的熱區規模擴大的設立專責的篩檢 就等於就是說事實上讓他跟我們原本的醫療系統 可以做一個分流 而且可以作為一個承載管理的調度 是 第一個問題 我相信大家一定要了解專家們講的 其實變成流感化之後 在季節性還是會出現流感 就像流感每一個季節都要打疫苗一樣 所以他實際上講的方式 大家在預設方式都是一樣的 只是在提醒要及早做準備 所以我不認為說今天變成流感之後的季節 他就完全會消失 因為這一支病毒是不會消失 那對於今天專責醫院 我要跟大家共享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維持這個正常的醫療能量 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跟過去SARS以及我們初期的Alpha Delta是不一樣 因為這些現在面對是慢性癌症症病人 他的病情控制也很重要 他的病情控制加上他感染之後 尤其沒打疫苗走掉了這些人 如何讓他可以癌症跟這個所謂的這樣的一個慢性病的治療 所以這個專責醫院一定要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還有負責Holistic 就是整體而言的照護 因為專責醫院不是只有感染照護 他還要提供其他慢性病癌症 所以這個地方就必須有醫學中心為主來統籌 到七醫院跟第七醫院 然後基層醫療 如何能夠做雙向的這樣的一個病人的這樣的分級 才有可能今天把這個專責醫院的這個部分亂起來 然後否則你如果去專責醫院照到康護 可是問題他如果是癌症的問題 這個安寧照護的問題 他還是需要醫療人員來照來照顧他 所以這個是就是一個所謂的 Multi Discipline的Approach 好我們稍後回來